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 我们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主纹路还是清晰深长 但长色的泛黄 纸长长芳 带了一些桂起 但是身体状况浅加 注意少熬夜,金星秋上的杂纹 也是比较多,操劳多优 生活过得虽然不错 但是繁星是比较多 那么 同时也组成这种 三角形的纹路 包括生命线跟智慧线起端 导纹,三角形的纹路 干扰纹都比较多 所以说早运是不济 事业线基本上手掌当中 模糊不清,看不清 所以说这个就是 在事业上 往往是没有自己独立的事业 在家庭当中相夫教子 夫妻之间的矛盾也是有一些 矛盾也是有一些 不过影响,不会影响这个大局 处事圆滑,善于人际交往 有一定的领导才能 在事业上也是有所成就 只是呢,在事业的起步阶段 波折比较多 还需要自己努力,克服才行 福气呢,在年幼和晚年的时候 这个比较多 到中年的时候还是比较辛苦的 这个手向当中财工处有印文 并且有财运线 个人的财运不错 不过是这个不论是工作还是创业 都是可以这个财运亨通 只是呢,食指的缝隙比较大 这个是容易挣得多 花得多,存不住 这个是一种火星手掌 办理于艺术类的行业发展 比如说设计类的 文体,卫教类的 传媒类的都是不错的 这是三种手向特点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向 面向风水风门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